好,那老师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HiTitch CC 这个是免费的 如果您用的是有些学校有买那个HiTitch 那就是准复费的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介绍的 不管学校有没有买 您都可以使用 那我个人的话 其实像HiTitch CC啦 还有另外像OneNote、Ohan、丹教士 其实都有在用 那么HiTitch CC的话呢 其实它本身就是 它的好处是 它有我平常用的Ohan、丹教士 比较没有的功能 所以老实讲我比较理想的 是两个结合起来更好 只是说目前来讲的话就是 还没有办法达到这样 因为两个刚好各有所趋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HiTitch CC 它比较适合就是老师即时在教室现场 也就是老师你会发现我今天给你们的 我是不是有给简报 我并没有给教室的联解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要来这里开教室才行 就是他没有办法说我先开好 不像我们简报我可以先把网址产生好 然后再丢给老师 他就是现场 老师来了 同学少拿QR Code 或老师你再给他连结 直接用 这样子 好 那么在我们正式进行之前啊 我先跟老师介绍一下 就是你会不会觉得最近 也不是说最近啊 广告还蛮多的 那您觉得教学现场 不管您是看YouTube影片 或是看网页 你觉得网页会不会干扰 就是那些广告会不会干扰到您的上课 会对不对 所以我有写这个 我我先调查一下好了 老师您YouTube 有选择并订阅方案的 有没有 一个 一个而已 所以其他还要知道看广告 对不对 但是你想看看 你只有看YouTube看到广告吗 不是吧 我们看很多网页 有没有都有广告 如果上课的时候 出现的一般广告 也许你还可以接受 万一出现 不要不堪入目的 哈哈哈哈 老师会不会觉得有点尴尬 真的真的 所以啊 其实我蛮建议老师 您可以安装这个 这个是 就是很久的 一个当广告的工具 叫做AD Block 那么它本身呢 有就是 就是浏览器的扩充工具 不管您是用在 Firepass Google Chrome 或是 那个Suffering 都可以 它都有 那当然它也有App 不过它的App 我就觉得比较麻烦一点嘛 所以我下面这边 我有介绍另外一个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有那个教学文章 你可以把它打开 或者您直接Google Google Chrome Eddie Block 您就可以找到 这样的一个 擋广告的工具 你看 我就直接找Eddie Block 有很多类似的 因为 这一家算是元老级的 那所以 你就认清楚 长得像 右手边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图 那我就直接点进去 Google Chrome 的第一个 好 您就可以把它直接加进来 这样待会呢 我们上课尴尬的情形 应该就比较不会发生 因为说真的 其实我们也不是说 完全不允许广告 而是老师上课的过程 有广告是真的 比较不OK 对吧 那你不可能像YouTube 这样全部都订阅嘛 也不是说网站 都会让你订阅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有一个干净一点的 那你安装完成之后呢 您可以看到 它告诉你 荣誉制度 有没有 荣誉制度 你可以选择 要不要给人家 就是抖内一下 不抖内 没关系 你就大胆的用下去而已 OK 好 这样就没事了 您可以看到 在右上角这里 有没有发现 多了一颗 多了一颗 这个 就表示你的 浏览器 电脑端的 就已经OK了 那如果说老师 您想要 在手机上的 其实我问一下老师 你觉得 你家用电脑比较多 还是用手机比较多 好像家用手机比较多 对 你有没有感觉到 手机的广告更猖獗 所以 如果你有兴趣的 下面这里 这里有一个联系 有没有 这个是 5Bus 有推一个浏览器 叫 5Bus Focus 所以你可以到我 这篇文章 上面所写的 你把这个 安装起来 安装起来之后呢 我看一下 好 安装起来 你把它设为你的预设浏览器 那这样子呢 不管老师以后 你是在看 就是用它来看YouTube的内容 或者是看网页的内容 你看到广告的机会 就少很多 我不敢讲百分之百 因为 因为 有 这种方法 旧的想要突破嘛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的广告 应该都没打掉 好 那 这里面呢 唯一一个 可能你要注意的就是 你看 我这边就是 打 安装完之后 把它设为预设的 上面有写 就把它设为预设的 这个 浏览器 那 有一种情形 可能挡不掉的 就是 比如说老师 在手机上 我可能会直接看Google的新闻 对不对 那一种的 他还是会用什么 预设它内建的浏览器 那这个时候呢 您只要 多做一件事情就好 就是 比如说你看 我在手机上打开这个 那打开之后呢 还是会看到广告 那我就在上面这个点点 告诉他 我想要用 Fightlight Home 打开 等于说 他广告可能还没有完全载完 我就用另外一个浏览器去拍它 那他就会帮您把他 这些广告 擋掉 而且 您都没有觉得 您现在 看这些网页也好 看YouTube也好 小跟班 真的很紧 蛤 你只要给过某些广告之后 你永远 你永远 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看到那一类的广告 他都不想放过你 烦到你想要买为止 所以呢 这个 Firebox Focus 它还有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 它会主打那个Cookie 就是所谓的追踪的程式的部分 因此 您比较不会被追踪太久 这样了解 所以您可以参考看看 反正它就是 等于说 那个浏览的记录 它不会记录下来 那这样当然有好有坏 缺点就是 你每次都是新人 哈哈 他不见得会推荐你喜欢的内容给你 也有时候他也不会推荐 反正他就是很干净的浏览器 我觉得有时候 尤其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老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减少一些很多不必要的干扰 OK 这个是我们在正式开始前 先跟老师介绍一下 有两个这样的一个很不错的服务